中国餐饮业呈现冰火两重天 有的品牌蓬勃发展 有的正迎来闭电潮 民众消费保守连带改变消费习惯 与民生相关的餐饮业也迎来冰火二重天 中国市调机构红三品牌研究院近日发布 中国餐饮发展报告2023 报告已用起查查数据显示 2023年上半年 餐饮相关企业吊销 注销量达到了47.19万家 仅比2022年全年 餐饮相关企业吊销 注销量少了13.9% 这代表中国餐饮业 正迎来可怕的闭电潮 7月后的复苏之路恐更难行 报告指出 餐饮业冷暖温差大 一方面是火热的展店 2023年上半年 瑞幸咖啡成为中国首个万店连锁咖饮品牌 新中式汉堡品牌塔斯汀一路狂飙 成为中国西式快餐品牌门店规模榜前三名 茶百道拿到上半年新茶饮赛道的最大额融资 并向万店规模看齐 茶饮品牌霸王茶几 在上半年拓点于700家 成为众所瞩目的黑马 但也有餐饮品牌正面临币店危机的寒冬 今年上半年 咸和庄鲁味火锅 在一线城市仅深圳两家门市在营业 昔日咖饮巨头太平洋咖啡集中关闭广州多家门市 陷入币店危机 烘焙第一股克利斯汀总部拖欠货款人民币5700万 总部大楼人去楼空 心中是烘焙品牌虎头菊 扎打饼行资金链断裂 全面停业停产 一代甜品天王 许流山深圳门市全部关闭 在中国门市所剩无几 而报告也提出五个重点领域进行行业观察与探讨 一是茶饮进入制优价低阶段 为了在茶饮赛道中突围 厂商打起供应链 比如蜜雪冰城积极扩展 希望在产销占据主导地位 咖啡饮品则持续在供应链 口味与配餐上持续强化本土化的标签 烧烤品牌则是要解决食材供应标准化问题 烘焙业则迈向中年危机 未来需要抓住健康风潮 研发新品 预制采在政策扶持下进入发展的深水区 未来制胜关键 需在渠道拓展 冷冽物流体系等努力